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美国富翁罗伯特·清奇的《富爸爸穷爸爸》写道 人之所以穷,不在于他能赚多少钱 而在于他的想法和行动 没有掌握财富的底层逻辑 一辈子也只能打工 人类意识的流向就是金钱的流向 如果不摆脱骨子里的穷人思维 无论多努力,你都是穷人 在书的开篇,清奇先讲了一则童年去世 九岁这年,他去富爸爸的超市打工 每小时才十美分 他气呼呼地找富爸爸理论 要求涨工资 没想到富爸爸竟一口拒绝说 如果我给你想要的薪水 你就会被这点钱拴死在超市里 一辈子就是倒点领工资 然后去消费 就像大多数人一样 陷入起床上班等发工资 付账单再起床再上班再付账的固定循环中 这种职场模式被清奇定义为老鼠赛跑陷阱 人们好似铁龙里的老鼠 小毛腿蹬得飞快 铁笼子轰隆隆地转 可第二天醒来 却依然被困在笼子里 他们眼里只有工资 认定只要拿到更高的薪水 就能买更多的东西 获得更多的快乐 可实际上 他们却在循环式忙碌中 看不到工作以外的商机 甚至连寻求改变的意识都没有 回到清奇打工的故事 富爸爸非但没有给他涨工资 还乐令他无偿工作 倒逼他从现有的平台上寻找突破口 清奇憋着一股劲回到超市 开始观察和思考 后来他发现超市的联盘画根本卖不动 只能当废品卖给回收站 于是他用所有的积蓄 卖下几百本联盘画 并在车库开了间阅览室 考收取借阅费 小赚了一笔 生活中多少人陷入老鼠赛跑陷阱而不自知 我们疲于奔命却无暇思考 只能活成了为钱工作的生存机器 然而紧盯钱的人往往赚不到钱 想要从里面把笼子打开 我们必须像亲戚一样 强行停止这种奔跑 把奔跑的时间用来思考 才能找到破局之道 心理学上有个社会时钟概念 简言之就是大众认可的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 穷爸爸一直给旌旗灌输的理念是 好好读书 考名牌大学 找份好工作 然后赶到退休 他也的确遵循着社会时钟长大 可渐渐的 他感觉越来越不对劲 他观察身边的同龄人 他们毕业后结婚 然后按揭买房 有孩子后花销一大 就开始申请信用卡 这些人看起来有房有车 生活稳定 可实际上没多少存款 每天绞尽脑汁 拆东墙补西墙 一旦遭逢变故 可以说一点应对的能力都没有 他亲眼看见 一个朋友在被裁员后 拖着一家老小堵在公司门口 声泪俱下的 祈求老板的怜悯 就连他的穷爸爸在经济危机来临时 也惨遭失业的打击 找不到任何谋生的出路 于是亲戚听从父爸爸的建议 辞去稳定的工作 不再随大聊 告别单一固定的生存模式 他广泛接触审计学 法学 会计学 做过服务员 建筑工人 推销员 在各大公司实习 热衷于市场调研 后来创办了一家地产投资公司 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父爸爸说 无论你选择何种职业 都要保持开放的头脑 比阶层固化更可怕的是意识固化 人生最怕一条道走到黑 最即盲目从众 一步一驱 财富是一种稀缺资源 他像真理一样 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摆脱从众的固化思维 才能与财富狭路相逢 三 缺乏大局的短视思维 书中清奇有个女记者朋友 找他吐槽 他说 自己的文章很受读者的认可 然而他用心写的书 却一本也卖不出去 他感觉自己怀才不遇 只能抱着抱舍的铁翻碗混日子 拿一点微不足道的稿费 根本没法实现真正的财务自由 清奇建议他去学一下市场营销 谁曾想女记者一听就能了 对方指责清奇不该把他 和销售人员混为一谈 他绝对不允许自己涉足销售 这种简单的工作 两人不欢而散 清奇只觉得可惜 如果他能跳出狭隘的事业观 掌握市场运作能力 收入绝不可能仅仅是那点稿费 清奇说市业是一张网 需要我们做全局部署 就拿他自己来说 他做船员的时候学习了国际贸易 参加海军陆战队的时候 学习了指挥军队 在施勒公司的那一年 掌握了管理技术 四处演讲授课时 又建立了广泛的人脉 他的每一步 都是视野棋盘上的一个子 每一种技能 都是财富网络上的一根线 财富的流向像水一样分散 只有你把局扩大 拔网之密 才能兜住一枚枚 活蹦乱跳的金币 商场如战场 把视野放在全局的人 成功的几率更大 也更能赢得财富的青睐 四懒惰的战略思维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泰勒科文 曾揭露过当今社会 一个扎心真相 他说 有钱人不思改变很正常 可怕的是 社会的底层也十分老实 不愿意发生改变 书里提到 亲戚有位朋友 为了供四个孩子上学 同时打了三份工 他向亲戚求救 觉得自己快累死了 还是攒不出孩子们 读大学的钱 亲戚建议他 直接辞掉忙碌的工作 花点时间 学习投资知识 通过低买高卖 小公寓赚钱 果不其然 朋友在做出改变后 跨行成为投资高手 告别靠蛮力赚钱的苦日子 体验到用脑子赚钱的快感 亲戚认为 金钱是一种观念 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 就得改变你的观念 它并非让所有人都辞去工作 背水一战 而是倡导思考致富 认清努力致富的荒谬 财富自由 无法通过机械性的劳动实现 只能通过多学习 多思考 多实践 穷人们并非不努力 而是缺乏战略思维 用战术上的勤奋 代替战略上的思考 他们宁愿在现有岗位上 吃苦受累 也不愿接受新领域的挑战 他们宁愿进行重复性劳动 也不愿接受新知识的洗礼 就像媒体人古典说的 我们亲手搬砖 把自己围起来 勤奋却低效 挣扎却无路可走 而真正的高手 绝不会埋头苦干 而是在思考中 求新求变 实现破局 恰如傅爸爸在书里所说 工作的稳定不是一切 不断思考才是一切 5.缺乏行动力的内耗模式 在书里 清奇讲过一个小鸡的预言故事 农场上其他动物都在悠哉地晒太阳 只有小鸡不停地围着骨仓转 大喊着 天要塌了 天要塌了 他说很多人像小鸡一样 起人忧天 整天活在恐慌与焦虑中 从而措施良机 有一次 他和朋友录经一个加油站 当得知油价上涨15%后 朋友先是破口大骂 进而开始分析油价上涨的原因 他认为经济危机要来了 像故事里的小鸡一样 不停地告诉自己 天下要大乱了 反观清奇 他同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却在第一时间买进了一家小石油公司 65%的股票 三个月后 当他们再次经过这个加油站 清奇因股价上涨狠赚了一笔 而朋友的资产却缩水了一半 究其原因 是这段时间 朋友一直忧心忡忡 无心工作 任由财富像水一样蒸发掉 心理内耗 是清奇在书里总结出的致富大忌 美国ABB公司原董事长巴尼维克 有一个著名的观点 成功5%在战略 95%在执行 上天不会因为你想什么就给你什么 只会是你做什么才给你相应的奖励 想都是问题 做才是答案 6.本末倒置的天柴悖论 清奇在书里还讲了一个天柴悖论 一个人抱着柴火坐在寒冷的夜里 冲着大火炉寒 你什么时候给我温暖 我什么时候给你添柴 殊不知 只有他先添柴 火炉才会烧起来 其实做生意也一样 你不能只想着我要什么 而是要思考别人要什么 你只有先付出 才能有回报 穷爸爸和富爸爸 在清奇笔下都是很善良的人 但他们有个最大的不同点 穷爸爸先挤后人 有余力了才会帮助别人 富爸爸则先人后挤 始终信奉 想得到必须先付出的双赢法则 富爸爸哪怕自己盈利不多 也安时向慈善机构捐款 哪怕自己吃点亏 也要先顾全合作方的利益 久而久之 富爸爸有了很高的声望 人脉越来越广 事业越做越大 而穷爸爸的路却越走越窄 事业后竟找不出一个 可以帮自己的人 西方有句谚语 上帝不需要得到 而人类需要付出 遗憾的是 现实中很多人像穷爸爸一样 一涉及利益问题 总把自己摆在最前面 与人谈合作 把自己利益最大化 和同行竞争 只想着让对方惨败 没有利他思维 我们一辈子最多赚点小钱 根本触摸不到真正的财富 做生意和做人一样 是真心换真心的过程 先舍后得 大舍大得 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真正的资产从来不是金钱 而是我们的头脑 最棒的投资不是市场 而是我们自己 事业上战略转折点 不可能凭空而来 生活中阶层跃迁 也只能靠思维与认知的提升 越用强大的思维武器 发挥杠杆作用 用一个点 撬动整个人生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众